小苹果的生日礼物 小苹果 今天好漂亮 新发卡真好看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原来今天是小苹果的生日 生日快乐 谢谢阿姨 那我去找棉花糖玩了 棉花糖会送我什么生日礼物 是洋娃娃还是水彩饼 小苹果 快进来 我有新礼物 这是蓝天爸爸送给我的 是这样 我特意等到你来了一起玩的 走 做好了 能帮我把盘子拿过来吗 你帮我拿过来 我拿过来 做好了 小苹果 能帮我把盘子拿过来吗 你自己拿过来 你自己拿过 小苹果 你是不是不喜欢跟我一起玩做饭的游戏 不是 我知道了 你不喜欢吃鱼香肉丝吧 我给你做个别的 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想吃蛋糕 你早说 还以为你不喜欢这个厨房玩具 这一款不光有灶台 还有烤箱 蛋糕出炉了 这是我特别为你烤制的蛋糕 我已经切好了 小苹果 直接拿叉子吃吧 怎么样 我烤的蛋糕不错吧 云的妈妈回来了 我们的小兽星怎么不高兴了 小兽星 谁是小兽星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小苹果的生日 我怎么把小苹果的生日忘了 看来准备礼物是要来不及了 只能从以前的玩具里面找了 这个好还是新的 就它了 小苹果 小苹果 生日快乐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熊猫 真好 谢谢你棉花糖 小苹果 不客气 你喜欢就好了 亲爱的棉花糖 爸爸这次从四哥给你带回来一只大熊猫作为新年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新年礼物 棉花糖 这是蓝天爸爸送给你的礼物 这个 蓝天爸爸送给你的 你怎么能送给我呢 棉花糖 你是不是忘记我生日了 小苹果 对不起 小苹果 我会给你一个真的礼物 你不要生气了 好吗 你的妈妈 我该送什么礼物给小苹果 宝贝 其实只要能真心诚意的给小苹果庆祝 它就会很高兴的 我有主意了 妈妈 没问题 小苹果 小苹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小苹果 快来看看 这是棉花糖亲手给你做的生日礼物 棉花糖 谢谢你 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谢谢大家 妈妈的酷工作 莉莉的妈妈是特技 她的工作好酷 是挺酷的 妈妈 可不可以演做一份很酷的工作 很酷的工作吗 可以试试看 好 太厉害了 锅坏了吗 当然不是了 我现在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云朵美食店的老板娘 云朵美食店开业了 云朵美食店 老板娘好够 在哪儿 云朵美食店在哪儿 不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的云朵美食店是一个网店 只要别人用手机订餐 我就开始做好吃的了 生意上门了 这么快就订单了 太棒了 云朵妈妈简直太酷了 妈妈好厉害 一会儿都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我该先吃哪个吧 这些可不能吃 这都是别人订的午餐 全都是别人的 妈妈呢 好 棉花糖 妈妈去送餐了 原来没有我们的 好 棉花糖 终于回来了 我好饿 咱们中午吃什么 好累 咱们就吃方便面 就吃方便面 咱们吃饭 咱们吃饭 云朵妈妈这个工作是很酷 就是我容易饿肚子 想没有什么工作 又酷又能吃到云朵妈妈做的饭 棉花糖 为了让你以后不饿肚子 我决定庇母从文 太酷了 云朵妈妈的新工作香喷喷的 那当然了 我卖化妆品 只需要周六日上班 能美美的给棉花糖做饭了 今天就是星期六 棉花糖 妈妈今天不能在家做家务了 洗衣机里还洗着衣服 一会儿停了 你不用管他 云朵妈妈放心去工作 可惜云朵妈妈连周六都不能陪我了 什么声音 卫生间里没有人 不好 洗衣机出故障了 云朵妈妈快回来 你换个别的工作吧 潇洒跳歌舞 今天你是主角 云朵妈妈 妈妈 你怎么穿成这样 妈妈的新工作是送报员 可酷了 是踩着轮滑送报的 云朵妈妈 你的眼睛 这个轮滑没才好帅的 妈妈 我不要你做这个工作了 不要妈妈做很酷的工作 要妈妈做安全的工作 好呀 妈妈知道了 棉花糖是担心妈妈的 是不是 小兔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好了 今天的睡前故事讲完了 谢谢妈妈 不客气 棉花糖 妈妈的工作虽然不够酷 但妈妈可以好好的照顾你 周末还能陪着棉花糖一起玩 晚上还能陪伴棉花糖一起入睡 这样是不是很好 太好了 哥妈妈 你可千万不要换别的工作了 没问题 晚安宝贝